当然不管自己开车还是坐别人的车 坐计程车 现在开车的到这个甚至于坐在后座的 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是有道理的 高雄市昨天凌晨所发生的这起车祸呢 在失控撞上了分隔岛的时候啊 车上三个人一室都没有系安全带 其中坐在前座的这位小姐 还抱着一个大概有半个人高的这个大熊玩偶啊 那么救护人员一度呢还庆幸讲说 哦是不是玩偶可能隔住了他跟车子 所以撞击的力道就没有那么大 没想到送医之后才发现他肝脏破裂 严重的内出血现在性命垂危 救护车赶到现场 黑色的轿车车头整个壮烂卡在分隔岛 车上三人一度受困在变形的车子里 穿着粉红色背心的辣妹表情痛苦 瘫软在后座 在旁边有发现玩具穷啦 但是气囊都没有爆这样子 另外这名前座女乘客 原本抱着这只遗留在车内的大熊玩偶 救护人员一度还庆幸 玩偶帮他减缓了冲击力道 没想到送医后发现他肝脏破裂 严重内出血 当时女乘客就是抱着这只半个人高的可爱大熊 原以为可以当作安全气囊 但其实还是要系上安全带才能保密 这起车祸发生在17号凌晨 失戏男子载着两名女性友人 从屏东返回高雄 行进中山高顶尖路段时 途中疑似为了闪车失控撞上分隔岛 他的伤势是没有很明显的外伤 但是我们有发现他有耳肉 就是耳朵有漏血 三个人一次都没有系上安全带 造成驾驶大腿骨折 宽骨脱臼 而抱着大熊的苏性女子伤势最严重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专家就说抱着玩偶不但不能救命 还有可能因为强烈撞击飞出撤外 还是要系上安全带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建言 张欣 告诉报道